關外基金專責小組正在探討推出援助項目 考慮幫助劏房租戶改善居住環境 並提供一筆過津貼 用作簡單的家居維修和改善 購買傢俬或家用物品 甚至提供滅蟲滅失服務 但與以往的項目相比 最新的援助津貼可謂隔虛騷養 更可能令劏房居民強行購物 變相造成浪費 一眾的民間團體和基層劏房戶 在扶貧委員會大會前進行請願 他們認為家居津貼對劏房戶的成效低 要求偵測現金津貼 直接幫助劏房居民 並且給他們按需要彈性運用 太多限制了 又要3,500元 製造藥物品 然後切別的東西 除了滅蟲滅室 看到就幫不了些什麼 如果家居無蟲 怎樣滅呢 如果家居的業主 是不給製造的那些牆 又是用不了的 團體在正總天橋上 打算向官員和委員會秘書處 遞交請願信 但是對方要求團體 必須要到天尾道交信 不肯在天橋上接信 最終委員中 只有鄺俊宇來接信 團體不滿 扶貧委員會多次把基層的聲音排拒在外 將其他信件貼在正總天橋的鐵碼上 之後離開 拜拜